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批判而被罚 最后将这个事件经过投稿报纸 最终成为当时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典型 因此而出名 新闻时事报将于接下来的节目做深入报道 请持续关注 接下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廷 11日访问俄军在叙利亚的哈密米空军基地 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面 并宣布俄军会开始撤离叙利亚 不过这个决定是否会执行人待观察 因为普廷去年也声称会撤军 事实却是俄军人持续在叙利亚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则表示 撤军的速度会视叙利亚情况而定 另外来关心近日延烧的耶路撒冷事件 以色列总统尼坦雅胡日前出访欧洲 试图说服欧盟效仿美国的决定 来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但他这个提议却遭到欧盟外长断然拒绝 并指出这项决议会危害和平 同一时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也进行穆斯林国家的访问 想要寻求支持以对抗美国的举动 再来播报南韩总统文在寅 将在13日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行前他接受中国官媒采访表示 这次出访的目的是要恢复韩中两国的互信 至于造成两国关系低潮的萨德系统 他强调南韩只会用于防御北韩 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利益 文在寅也对中韩关系表达乐观的态度 他指出10月底跟中国在越南的会谈 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 下着新闻带你了解 沙鲁阿拉伯文化资讯部 昨天宣布将开放商业电影院执照 解除了因为伊斯兰宗教而施行35年的禁令 最快明年3月就能正式营运 这个新政策也被视为新王除沙尔曼的改革 他的2030年愿景进行了多项社会与经济改变 女性权利也因此更进一步 这次的电影院政策则期待能为沙鲁阿拉伯 带来最新一波的商机 最后和大家分享第75届金球奖入围名单揭晓 剧情片《水底情深》以7项提名领先 个人奖方面演员梅丽史翠普和导演史蒂芬 史批博则凭借邮报密战 分别第31度和第12度入围金球奖 影迷们也期待他们能打破自己过去的获奖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入围最佳女配角提名的 亚裔演员洪曹也被选为今年必看的10个演员之一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请持续锁定新闻时时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